记得第一次听到Emma Daire的名字的时候 应该在13、14年前 当时我是主持一场Head Show 她亦是当晚的厄组表演嘉宾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 哪位发型师这么有份量 能够成为当晚的厄组表演嘉宾 当她出来的时候 哇 惊为天人 的确她生得非常飙青 其实很多时候发型师 外形很出众 生得英俊的时候 我们的确误了她的能力和功夫的学画 在这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她的作品 这个设计好像恐龙的设计 这个设计像头罩 细致做得非常好 今天的嘉宾 就是凡一年画的其中一位得主 Almode 相比她13年前和现在 是变成什么样 我们有请她登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m 首先很感谢 Beauty Online 她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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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她的设计 是很有价值的 然后我要多谢 就是军媒 军媒 给了我这个机会 成为一个得奖者 你谦虚 也是你自己本身有这个实力 好吗 其实我想起2007年的时候 你是不是刚刚出道呢 一出道就能够成为 一个表演压族嘉宾的话 很厉害 2007年其实我已经出道了 大概五年左右 之前我2002年入行 出道 刚刚你做那个发型的比赛的时候 其实在那五年 其实已经有大大小小 都做了很多个不同的发型师 发型的表演 比赛 所以就懂得 知道 在台上的时候 如何散发出 你的光芒 在台上上 所以 这些是经验来的 这样就变成了 我刚刚出道 其实不是的 我在那个时间 已经出道了五年了 你提到你出道了五年之后 其实也算是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成为厄族嘉宾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你的外貌取胜加分 又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是觉得真的有实力的呢 你讲一讲 讲到外貌 其实我本人觉得 我的眼耳口鼻 其实不难看 不会称得上 什么英俊 你太谦虑 你自己本身 原来觉得 加油鼻採力 真的不难看 如果你问我 在台上 有一个很好看的颗 有很好看的 表演的样子 其实是很加分的 我们逼而 我们是技术 我们是发型师 技术 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因为是技术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你的羊毛 再加上技术 合在一起 全部做到最好的 分数一定是高 可以很大买 是的 我能够理解 其实如果你是外形出众 或者生得英俊 也是一个加分的分数 再加上自己有实力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有些产品公司 他们想做这个 hair show 或者有些协会 想搞一场 hair show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你 即是优先 老老实实 可不可以介绍医生 给我们认识呢 你在哪里做的 哈哈哈哈 我始终都不相信 我始终都不相信 没有没有 其实真的 全部都是原装 不过有做了多少事 就是眼眉 因为眼眉 其实眼眉 是令到我们整个 整个部分很有神 那么眼眉 很漂亮 这样 少不了 有少少带个屁 就会令到你整个屁股很精神 当你的精神饱满的时候 你的表演 就会令到别人 你不是睡不醒的 你是很整齐 很整齐 很整齐 很清晰 你这样 然后其他地方 其实也是一般的 我相信 这是你的专业的 表达方式 我记得 我曾经说过 如果眼眉 就像灵魂一样 由于你的工作关系 所以很注重外形 和打扮 所以今天上个节目 除了有眼线 加深了眉毛 也有耳環 这个是否潮流的象征 戴耳環 我觉得 早前 十几年前 戴耳環 可能变得很潮 现在 我觉得耳環 是一个装饰品 你戴耳環 其实不会说 特别一点 有什么 因为真的 很多人都会戴耳環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衣服 让你感觉到潮 那么 除了潮流之外 会不会是因为 和这个职业有关系呢 例如 时装设计师 或者是化妆师 彩妆师 甚至乎是发型师 就是带了这些饰品 之后 令到自己 好像很时尚 很fashion 这样 现在的人 不一定是发型师 或者是做fashion line 才会戴耳環 其实很多人 都会戴耳環 我选择 那你有什么职业 你觉得他们会戴耳環 你觉得他们会戴耳環 律师 医生 会有的 律师医生 全部都会 因为我客户里面 男生有戴耳環 都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什么职业 可能当他们上班的时候 他们会拆开器 如果他们没有上班 即是星期日 星期日 他们一样会戴耳環 让自己感觉到一个 对 我觉得是 让人感觉到一个 fashionable 好的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如何加入这个美法行业 如何加入这个美法行业 加入这个美法行业 即使我选择发行业 我选择发行业 都会指定找自己喜欢的发行业 即是对未来的东西 自己的头画 都要求都会很高 即是毕业了中午之后 其实成绩都可以 都不会差 之前我的父母都会选择 叫我 不如你再继续读书 读书的话 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 又是书 因为读了这么多年书 又是读书 不如 我选择一个美法课程 来读好不好 我的父母都很支持 因为我的父母是 开明派 你做什么都不会 抗拒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不做坏事 就可以了 毕业了之后 就进了一个academy 就报读了这个美法课程 读了这个美法课程之后 整个旅程 其实我的美法的旅程 是很顺利的 可能是有一个贵人在帮助我 即是我的前老板 他不停地提拔我 即是由学生 直接到发型师 他都一直来提拔我 所以 那个五年里面 就是刚才你提到 2002年到2007年的时候 那五年其实 是奥德华都一直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上台的经验 所以就不会 在台上有怯 或者是经验多了 你就自动会去 站位 你会去 怎样令你在台上发光 是的 因为我觉得你外形 真的很出众 所以很多人都会给你这个机会 我很印象当中 我觉得在这五年当中 其实有一些前配级的 或者你前上司也好 或者在美法界 有名气的Guru 他们真的很提拔你 所以你一直走过来 你的美法生涯 是非常之顺利的 反而走得那么顺利的时候 你会不会害怕 因为人生当中 怎样都要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这样才会成长 这样才是一个原理 那你反而那么顺利的话 反而会不会变成那种缺陷遗陷感呢 不会的 这样很顺利的话 这个可能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散发出很多正能量出来 之后其实我人很喜欢笑一下 即使我不笑 都是一个笑容感 当我遇到一些前辈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每个小孩 这么厉害的 这么高兴 我没有这种感觉存在 所以大家都看得起我 然后就觉得 这个小孩还好 笑容也好 说话也好 说话也好听 这样就变成了 所以说话也好顺利 当你很顺利的时候 问题依然有 我是一个很正能量的 这样我就不会一直埋怨 你不埋怨的话 问题来的时候 你是解决 所以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自然不会顺利 你不解决问题 那些问题 对对对下 就变成了 你做什么都不顺利了 所以话也有贵人 整个头衣服的旅程 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 不会有遗险的 因为都是会一路一路走自己 是的 当然我们人相处的时候 的确是要散发一些正能量 如果很多时候太负面的话 全部人都担心 被这种负能量影响的时候 就会尽量离开你 所以正能量和积极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在今次我们的发音电话 十二位当中 我们所选择的 就像你这种招式 和积极和正能量的 OK 其实在十二位当中 我们的发音电话 你是唯一一个 写了一篇 很有文采的文章 交给我们的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 爱来喘息 这个发型美法呢 那我们之间 有什么微妙关系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其实我用了这样的文章 其实之前开始的时候 阿冠妹 你发了几个发表给我们看 是给我们参考的 那我又觉得我自己 应该要跳出来 要是十二位当中最特别的一个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不爱写自己的头衣服的旅程 就写了一个 正能量的一个文章 就是说到爱和发型 对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 这个爱这个字眼呢 其实在我身边 那个爱 是不停地围漏着我的 其实我有 很好的父母 我的老婆 我的子女 全部都围漏着爱 都会 那个爱一直存在 要找到我自己的兄弟 或者是我的同事们 全部跟我一起的时候 都感觉到那种爱的存在 可能就是 就像刚才所说的 那些正能量在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你很真心 你在这里付出 整个表现的时候 就会 符合到 那些爱一直都会 维持我们 第一个我会觉得是 为什么我用我这个字眼呢 因为我认识到 发型师是在每一个地方 无论在什么时间 或者是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都需要发型师的 就像爱那样 爱分为很多不同种的爱 爱的种类 你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都需要爱的存在 如果你没有爱 整个世界就会很灰 对吧 是的 那爱就是无处不在 在你身上是生发出来的 对 听了你的故事之后 你身边围绕着爱 所以当你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说你的经验 因为你太幸福了 其实你之前是跟你合估 之后现在自己 经验了自己 你属于自己的第一家药 其实分别在哪里呢 之前我和我 刚才你所了解的 是合估 其实我和我之前的老闆 我是在那里上班 上班的时候 很幸福得到老闆的认同 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合伙人 所以合伙人之后 就变成了合伙人 有一个分别度就是 之前两个人一起工作 两个人一起工作 两个不同的事情 分别度就是 之前有两个人的时候 他有他的部分去管理 我自己就管理我自己的部分 所以其实 整个图片来说 都是可以的 说到现在 自己开发浪的时候 由A到Z A到Z都会自己承受 其实也不会困难的 因为之前在旧公司的时候 已经有了 16年的经验 应该可以说是什么都懂的 如果现在自己承受 虽然没有一个伙人跟你聊天 问题也不难 因为有很多课程可以上 因为现在有很多课程 你如何度过 包括今次的CMCO 你有什么策略 正能量的想法 其实对策也不会困难 因为可能我自己 已经有一群很熟熟的 相熟的客人 那些客人依然会回来找我 所以CMCO和MCO 都对我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可能 那三个月 那里真的没有入息 任何东西都没有之外 一开店 其实我们的法浪 已经是 可以说是 可以回到平常的 整个一条路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 一个转变 之后 你不停要想想 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让你自己有存在感 让你自己有 那些价值 是的 那说到存在感 我知道 在Swa Tuan Zaygan MCO 就化身了 变成美男厨神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试过 将这个美食 和这个美法一起结合呢 那说到MCO期间的时候 其实 我开始煮食的时候 就是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 我要帮我老婆 因为我自己 我的老婆 我有三个孩子 我看到老婆 常常在家 很辛苦地煮食 所以不如 哎呦 反正我MCO 都没有工作 那不如我帮她 煮饭来吃吧 谁知道 当一煮饭来吃的时候 就一下子想到 因为平时我们生活 我们的发型师 都会来 做了一些头发 我们都会 拍摄整条片 来 上社交媒体 帮人说 之前是这样 之后是这样 那无意中 一刻就说 不如我都煮食 来拍摄一条片 来展示给大家看 其实我也有 另外一个 才会煮食 这条片 拍摄了 然后上社交媒体 很神奇 当我们上社交媒体 可能是 我身边的朋友 全部都是发型师 全部都是跟我 没有上班 就变成我们 玩一些游戏 我认识你 今天我煮了 什么食物 我认识你 你也要煮一样东西 帮大家看 你也有煮一样东西 所以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的时候 就变成了 越煮越多 越煮越多 的不同不同的 的菜 不同的甜品 很多不同的 甚至是冲咖啡 都可以放在网上 其实 我觉得这样做 是第一 耍哥存在 之后 第二 就分享我的 才能 之后 其实这样的 运作 是帮助我们发型师 就像刚才我说到的 就是当每个客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将气 不靓 变得很靓 例如 一个生活上 会做的东西 所以煮食的时候 都会 好好拍一条片 来分享给大家 这样 既然你的烹饪 那么好 我提到的 因为我试过 将这些美食 融入在美法当中 可能下次 你开招牌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 就是咖啡 自己又可以 可以亲自为顾客 做咖啡 或者可以煮 一些 美食 那样 又可以有一个 卖点 有考虑过吗 有 其实 你说煮食 的话 没有太大 一个想法 如果是 甜品 咖啡 真是很好的 一个想法 因为 当一个客人 她的头发不漂亮的时候 他来到 餐厅的时候 就会 一个 半个小时 或者是 一个 一小时 一小时 有一个不漂亮 变成漂亮 所以她的心情 就自然会美好 就好像 每一个人吃甜品的时候 都是 持有一个 很好的心情 来吃甜品 所以 我觉得甜品 和咖啡 风格 可以融合 是和 salon 一切 就好像 刚才你有问到我这个问题 反而吃 我觉得 应该 不太适合 是咖啡 买一下蛋糕 买一下 买一下甜品 这个是 真是 很原味的 配合 所以吃了的时候 心情又漂亮 做了一个漂亮的头发 又再加分 何类不韦 好 我们期待 你的新的salon 是有买这个咖啡 其实你有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 强项在做show方面 对于做show 和salon的管理 你哪个校围是得生厌手呢? 都是一样 其实 你讲salon管理 salon管理里面 都是经验 都是幼了 其实最大的来源 都是经验 刚才有提到 跟那个前伙伴 一起经验的salon 也有16年 所以很多东西都很应手 就是由 训练工员也好 订阅工员也好 订阅工员也好 整个salon的環境 都做到有倒霉 不过还没有突破 所以可能会再突破 刚才有提到舞台 舞台一样是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会用 反而我会觉得 做一场show 做一个show 会更辛苦 更累 更累 你在salon的整个人上的生活 是 因为当我们做一场show 的时候 我们要用 比较长的时间 一整个月里 你要不停地想想理想 展示 看完的话 有时髮、化妆、服装 全部都相同 你会用多一点时间 来思考你的爱情绪 你爱情愿 你爱情愿 在那月的时间里 你就会不停地 創造了 你爱情愿的 在舞台上 salon的日常生活 有一些不同的 但两个人对我来说都没问题 是的 你属于全方位的旧发型师 无论是上舞台也行 或是管理方面也是可以的 有没有试过自己做一场头发表 过日的头发表 自己做一场头发表 暂时应该不会先想自己做一场头发表 现在是MCO 除非我做到那种头发表 像现在这样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之后能够呈现 像之前MCO期间看到郭富城 在这里扮演一个演唱会 是用Virtual的舞台 如果有机会做到这样 这样是会想的 如果说是外面应该不会 我相信这几年里 都很难会做到这样的东西 目前来说 你自己最满意哪一场头发表的作品 每一场都是满意的 这个答案我喜欢 这个答案我喜欢 让我们想起更加好 就是当做的时候 是会尽量要求到完美 之后我们在观察哪里好 所以当我们做下一场头发表的时候 就不会再犯同一样的问题出现 对 正如你提到 有关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未来的三到五年 你都不会打算自己做的 发表 未来你自己有什么大计感 大计 其实我是有想到 因为我们很想出现自己的产品 产品方面 是 拾无以待 你想清楚 因为产品公司在听 会有想要自己拥有自己的品牌 虽然不是很容易 不过你不试就不会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是否因为受到你身边的朋友影响 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品牌 好啊 我自己觉得 出了自己的品牌 第一 你可以帮助到人 帮助到人的时候 如果你的品牌行得好 你会有很多商机在 帮助到人就好像 现在都很流行微伤 卫生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创造了 另一帮人是 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所以我觉得是帮助人 第二个帮呢 就是可能帮助头发 因为很多人都会 验头发 做好头发 这样你融化了一些产品之后 你会做到你的头发会变得好 这样也是其中一个 帮助到人的一个想法 是的 出什么呢 就真的要适合现代 好的 很感谢你这样的分享 因为你这样的做法 就是制造了就业机会 给更加多人有机会上班之类的东西 在这里很感谢你的时间 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点点滴滴的 在这里真的很感激你 我都很感谢你的 因为当时你一传个讯息 帮我说 其实你得到我们这个公司 做了一个发音的话 因为你的代表是真的很吸引的 因为好像我们这些发型师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在市场上 所以在你的视频内 你们创建了这个代表 是令到我们会更加 更加上一层楼 因为发音 我们比较新的 又不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就好像有一段距离 所以你这个代表是真的 我觉得是很有value的 是 好了 多谢你的 多谢你的 好 那在这里 我们今天的谈话 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留守着我们的VIO Show 下集再见 拜拜 请留守着这个VIO Show